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不是在戏院看 很多人甚至是后来才在别的场合电视上在看 那就像你讲是个小时候 我觉得现在去看着是年轻人 就是你这一代可能小时候 就是过了这么多年 这算爱情盛片 过了这么多年 又有一番年轻男女 他会有这种看的心情 对 可能是这样 然后很多人不是说要为了去看3D的KW的裸体吗 怎么样忽庸对着你眼镜冲过来吗 听说是我们剪掉了是吗 是剪掉了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样3D毫无意义 专门这个传闻 这个卡梅隆还在外国做个解释 就说有传言说是中国剪掉了那个立体的波涛汹涌 他说没这个事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这个当年他拍这个泰坦尼克号的这个照片 我们看一下 你看 你看你没见过他在旁边 他一银呢 你看 他瘦好多 他胖好多 这是打造的 你看 这个 现在根据 你再看第三张 现在根据这个詹姆斯卡麦伦的最新研究 你看他还检讨呢 这个传尾翘的角度 不高了 应该没有这么高 不可能到90度 你知道就是我最近 一气看了这个三部泰坦尼克号的纪录片 在国家地理频道 因为是100周年 100年前的4月14号 首先是看詹姆斯卡麦伦这个人 你就知道中国导演 你跟人家真是天和地之间 就完全不是一个路数的人 你知道吗 他现在说出来了 他说我呀 为什么要拍泰坦尼克号这个电影 我就是想搞清楚沉船的原因 这个电影拍完了 最近他又用拍这个电影的这个 有了声望 有了钱 有了支持 潜水艇 他还在拍 甚至就接受采访 他说 他说我跟你讲 他说那个 马尼拉 哪辣海沟吗 对 他说实际上对我来说 这个潜入这个沉船 比拍这个电影 对我来说更重要 他说二十多年 他就说 我不能够能不能够相信 这样一艘永不沉默的大船 他沉 怎么沉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你知道詹姆斯卡梅伦跟中国科学院 我看没什么两样 他这个团队啊 有流体力学工程专家 有这个船舶专家 有什么一帮专家 坐着潜水艇 把所有的遗物就分析 他现在今天说了 他说我要不要改我这个电影 周围人都说很难改了 他现在研究出来 他说不过呢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遗憾 这个电影关于沉船的这个过程 这个船是怎么沉的 基本不错 但是比我最新的研究啊 稍有差距 可是我可以告慰的是 电脑动画我已经做出来了 你一看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知道他研究到一个什么程度 船不是裂了吗 第二节的这个船的后半身 在水底下烂得像抹布一样 为什么烂成这个样子 这是卡梅伦那个科学团队 他包括他自己的提水理论啊 你知道这个船在40节的速度 高速往下掉 其实是掉几千米啊 是 就跟坠落一样 掉下去以后啊 船砸在海床上了 对 但是这个掉的过程中啊 他后边会带起这个水流 往下压 同样大空间的水流在往下压 等于啊 船到了地面之后 又被这么大面积 这么多方的水流砸 砸烂了 你想想他们这个研究 就研究到这种程度 是 但是这个电影 我很佩服卡梅伦做了很多事情 他做很多东西都很认真 包括他做阿凡的也是非常非常认真 他每做一次电影的题材 你都觉得他像做一个研究项目一样 没错 但是呢 这个电影我真烦他 为什么 我非常非常记得90年代 我忘了九几年的时候 我去大陆 我敢说 你烦他的理由 我正是又挺喜欢的 喜欢的这个 我妈就想讲 他那首歌啊 我跟你讲 我们那时候是走遍全国各大城市大街小巷 去哪都躲不了 我连到新华书店他们都在播 然后什么 一天到晚听到那个爱尔兰式的前奏起来 我的天 我都说我们这个头勾了 天哪 勾了 河上彻底崩溃了 真是崩溃了 所以我现在因为看这个电影呢 我没看过第二遍 但是我仿佛看过好多遍 就是因为各种的镜头 还有那个音乐带给我的幻觉 我到现在听不了那个歌 我一听就受不了 中国人你知道吗 看电影变数最多的 到现在说有两部电影 一部叫少林寺 一部叫泰坦尼克号 变数最多 就看的最多次数的 看最多次的 这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中国人 你为什么要拖着男人去看 我没有拖着男人去看 但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是我高中三年级要联考 你知道联考没有办法 做任何其他的娱乐 就是在台湾 因为要用功念书 就类似于我们高考 就是高考 对那一年我们要闭关的嘛 然后呢 我是不可以做任何娱乐 但是呢泰坦尼克号 因为那时候红了 那怎么办 我就一直想看 然后我妈就允许我去看 看了两遍这样子 所以那是我高中 唯一记得我做的娱乐 那你为什么要去看第二遍呢 因为你就会 你就是想要 因为你第一次看 就是看剧情 你就这样过了 可是你过完以后 都已经过完以后 才发现 那这中间到底 他们中间是怎么爱的 爱好深刻的情况 你就想再去仔细的 把所有的对话 那时候我们是背对话 我那时候英文考很好 都可以 把他里面的那英语对话 是一句句背出来的 就是要写出来 同学还会 女生还会召唤 Jack讲什么 Rose讲什么 You jump by jump 然后这个文法怎么样 那时候我们的英文 是靠这一个鼓励 然后你知道 还有同学说 把那个海报 贴在那个配板上说 只要考上台大 就是我们第一志愿 只要考上台大 捷克就在台大 就是鼓励你说 你知道台大 就可以开始解放 你就可以开始谈恋爱 为什么 因为对我们来说 什么都 就是爱情啊 在高中什么都不行 这就是说明是 女生心中最期望的爱情 就应该是这样 就是这么 你知道很狂放啊 然后不顾世俗啊 这样子 有没有 You jump by jump 所以这电影 你才满足人 那天他们说 那个惠特尼休斯顿 死了的时候 他拍的那个电影 叫保镖嘛 冲击保镖 叫保镖嘛 叫保镖 那天我在网上 这个 偶然又看了一段 我看了一段 我就发现了 真的就是女人的梦 就是哎呦 有一个强壮的男人 是吧 为了你的安全 紧张到神经质的程度 哎呦 这家伙 这也是保镖的梦 对吧 也所有保镖的梦 就是两个人能够相爱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好奇怪 按照今天中国通俗的讲法 今天一般中国人都都都说 现在我们流行的讲法 是宁愿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 对吧 而太太宁克的爱情观 是相反的 相反的 对 他恰恰跟今天中国最主流的一种婚爱的观念 是完全相反的 没错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现实当中 你们绝不会要这个杰克 对啊 这个现实中 小小小小的赶快跳上海 就身无分文 对吧 你们会往头等场跑的 你怎么会去找杰克呢 可是所以你要相信 你就是还是相信真爱的吗 你还是希望有这种 所以就是因为 其实我跟你讲 所以我想在戏院看嘛 这就是完全实际上海 所以说我这个杰克不会跟你I jump 就You jump I jump 不会 这是重点 我现实中说我 你也不会是跟他讲 如果是一个那个犀利哥 还不是那乞丐 你这个太假 是不是 如果是一乞丐又挺 真是一乞丐 一男乞丐 长得还挺帅也行 他说我愿意为了你 他如果可以带给我 Rose里面的快乐 你要跟他 你很难说 他的意义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在里面 他不是只是 他现在就聊意义了 咱们再去广告 有意义来 将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有意义来 我们问派其他问题 我问派其他问题 越南炮艇 逼近南沙太平岛开火 台军紧急备战 美越飞加大挑衅 南海飞机升级 几方军二炮 新型长程导弹 大批换装 中国东风十六 新型中程导弹 部署广东扫关 打击覆盖南海 中俄海军 黄海大演习 几方军航空母舰 同时期出海练兵 美军调派侦察机群 全方位追结中俄信号 中国最新舰艇 黄海射十弹 美的中央空调特有军机关达者中三 父皇也是中文台 他说的对 这个赛旦尼克号 也不光是这点事 爱情这点事这么简单 你知道詹姆斯卡梅伦 他这个梦 他说研究二十多年 他说他到现在啊 这电影拍完了 他还一次次的潜入 他要搞清楚任何一个最后的纪录片 最后他来了这么一段 他说啊 我是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对他感兴趣 他就说泰坦尼克号当时被认为是永不沉默的大船 甚至关于这个断裂 初期这个委员会就是不肯做这个结论 尽管很多目击者说断了 因为初期的这个委员会还是相信这个科学科技的力量 说他是不会断裂的 对吧 就是不会用永不沉默反映了人类科技当时的最高成就 基本上就跟今天的阿波罗登月卫星这个这个飞船一样 但是他沉了 所以卡梅伦说了一什么呢 他说我总是觉得这个泰坦尼克号啊 就像今天的人类世界 就是这里面也有头等舱 二等舱 三等舱 而且也是人类目前今天对自己的科学相信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无所不能他说但是而且这个惯性是如此之大就像铁达尼号一样无法转向 尽管有些人都看到了冰山 可是没法转向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科学现在你就这么发展原子弹 这种你我们好像任何个人也没能力让他掉头 他就认为这是个像 在电影里面失败都是过分自信的人 从这个造船的人本身他认为他不会沉默 所以他的救生船本身就已经不够 因为他觉得我需不需要 船长看到了冰山的警告 他说不可能我们及时到那边再掉头 我的船是转得过去的 所以这是还有一件事是里面那个有钱追Rose的那个有钱人家 他也觉得这个女的不可能 外分夫对不可能会因为这个小小毛头就走了 所以我可能是 我所以我而且我手上有那个蓝钻是什么的 我绝对有他 所以所有里面失败都是过分自信的人 对就是 完蛋的都是狂妄的人 都是狂妄的人 而且这个整个事件啊 泰坦尼克为什么会好像没有说 因为过去一百年了那么久了 然后就淡了 反而现在还不断的在 对越来越谈的越多 所以你时代越远啊 你赋予他的象征越多 比如说在那个年代 大家对他的象征是什么 比如说他沉默的之后那十年 最多人谈的是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代表大英帝国的衰落 那正好是British Empire走到末日 就由胜转衰的那段期间 而他当时被认为是英国的技术造船业的骄傲 那时候英国在技术上还是跟美国有个拼的 但是这个他的英国的技术的顶端的 因为你想看他是什么 他等于现在A38里 对我刚才也想象 他就是现在A38里 你可以想象 那今天的大型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技术象征出来之后 一下就垮掉 所以他说这英国完蛋 而且他上面也非常英国 对不对 他说的生活方式是非常英国 包括那个船长下令 要下令 那些命令都很英国 对都很英国 要这个妇女先上船 对不对 对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做调查说 当时很多海难上英国人死的比较多 是因为英国人的最文明 排队排的最 不许乖乖的排队 让他死的就比较惨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真的是一个英国的衰落 但是后来呢 现在在看呢 很多人会把他 尤其是船迷啊 回顾他 会把他看成什么呢 叫做一个 Golden Age of Ocean Liner 就是说 横渡大西洋时代的黄金时期 什么意思呢 就现在有些人会认为 这个才叫旅游 说当年的旅游是什么呢 比如说从伦敦到纽约 原来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一个行业 最繁忙 那时候没有飞机 你就只能过七八天 这么横渡大西洋 那而过大西洋呢 是这个旅游是像泰坦尼克号 这样的旅游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 civilized way of travel 就是才是文明旅游的方式 那所以你不同时候的人 会赋予他不同的意义 不断的吹捧他 他这个神话就越来越厉害 而且你知道我看见的 就是第三部 这个纪录片 哎呦 我闻到 我觉得对这事 我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知道外国人 像卡梅伦这样的人很多呀 那真是就是多少年 一辈子不干别的了 上穷必落下黄泉 到什么德国的图书馆 多少年的海洋档案 找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过去我从来没想到过 就是泰坦尼克号啊 确实不该沉 但是为什么沉了 那天的很多情况 你看啊 所有的证人的证词 讲到一辈子没有见过 那样繁多的星星 而且甚至就有人就说 那天晚上是不是上帝知道要出事 所有的星星都在会说话 就后期很多人就说 那星星 密的 这电影里有表现 就特 甚至就说没有月光 为什么说能看清前面20分钟的 这个这个航程呢 那个星光太亮了 就是就是最繁多的那个繁星 就那天 而且呢 那天不是大曹吗 哎 你听我讲啊 还有呢 就是一个附近几海里之外 有一艘加州人号 加州人号见死不救 央成而去 尽管都打了信号 但是呢 加州人号的这个船长 80多岁 一辈子受谴责 至此他都说 他说我望远镜里看见的 绝对不是铁达尼号 铁达尼号什么样子 我知道 不是 他看见了一艘船 但他说那是个货船 那不 那不是泰坦尼克号 最最最最后就这么死去的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 在即将发生事的那那半个小时 就撞上的那半个小时啊 就是 人们很多后来人都提到一种停滞感 实际是就突然就冷了 有个喝茶的人说半小时内 气氛下降四度 一下就凝就凝结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等广告之后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应秀地震遗址 变身旅游景区 各方争议不断 卖地震遗址的光碟啊 浮片啊 它也是一种萌生的手段 镇后四年 当地民众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 最大过于没人要 五十多岁啊 驴秋露威重返镇中应秀 探访灾后现状 山东林宫走独大中华 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级 欢乐级 北纬二十度 东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级 东南湖海口 你看到底那天 他在那个时间呢 他开进了一片什么地方 这个人呢 后来找到了一百年 各种很多在同样时间 同样地点 同样情况下的这个航海记录 都提到啊 光线有折射 是 很奇怪 后来他就 我就直接揭晓啊 他说的就是什么呢 突然冷下来 那就是携带的冰山的拉布拉多洋流 从北边下来 而实际上一直走在 这个航线七天的航程啊 就最繁忙的航程 走的是墨西哥湾流 墨西哥暖流 你知道吗 但是墨西哥暖流和携带冰山的 拉布拉多洋流 这个交汇 刚好这个船等于在那段时间就怎么撞上冰山的 进了这段洋流 所以你突然觉得空气都冻僵了 突然温度下降 而这个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 他要去采访 海市渗楼 这个很多人没想到 海市渗楼怎么造成的 海水如果温度不同 洋流和温度不同 空气的密度就不同 所有空气密度不一样的地方会出现折射 然后那天晚上很多船长 包括加州人号的船长都说 那天晚上的地平线很奇怪 好像海平面升高了 这天和地分不清楚 这才能解释 没错 为什么直到眼前才看见冰山呢 那天晚上的能见度 那个辽望员能看到20分钟远 好几个辽望员看见前面的冰山 为什么看不见 这个冰山是突然就出现的 因为这个折射的关系 包括那个船长说 我看见了一艘船 但那绝不是铁塔尼号 然后他就示范了 世界上各个地方拍下的海市渗楼 你一看都变形了 那个货船变成客轮 客轮变成小船 包括冰山变得很小很小 或者到眼前突然大 所以他说不是说这帮船员草包 这个船长是马虎 很有可能 他提出这个理论 为什么直得专门拍一部纪录片呢 是夜晚也出现了这种海市渗楼的现象 可是如果这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航线 那大家就要有经验啊 就是说这个洋流又不是今天第一天交汇 就是说如果这是个繁忙的航线的话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心情上 你不会 我推估啊 我是没看过纪录片 你不见慎恐惧 因为你急着庆祝这一个船 然后你认为他不会沉默 所以在上面你就很松懈 是很开心的嘛 在庆祝啊 或者是就是你对这个判断 当然我相信他也有科学上的一些误解 让你左右了你的判断 但你同时间是不是说 你的心情上也没有这么的认真了呢 很难讲 但还是圣楼并不是一个 那么永远的规律的在同一个地方 对对对 非常偶然的 它可以是非常偶然的 任何的温度的变化 空气密度的变化 都会产生它出现或不出现 对 你刚好开到那吧 你最后他就说 包括最后两个船之间打那个信号灯 最后他说 我在拉斯维加斯 一下子明白了 他说你看拉斯维加斯的一片夜晚 一片灯火 为什么所有的灯都在闪烁 这就是那种 那种折射空气密度不同 折射造成的灯光闪烁 这样才会误认为那个发出的那个信号 说我们船要沉了快来 双方都误判 都是说好像看到信号灯 但是拿完眼镜仔细一看 说就是星星在闪烁 有人说 就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恶搞 说如果台南尼克号 台南尼克在现在这个21世纪 它可能就不会沉了 然后原因是为什么 他说因为那时候台南尼克号 这样子看看冰山这么大 所以它撞沉了 那现在冰山已经因为地球暖化 我看一下它只剩这样 大家可以转走 我觉得这也蛮幽默的 我跟你说 你说这卡贝伦才有意思呢 都弄完了所有的过程之后 又问他的团队 说好 我最后问你们一问题 如果今天是我们 我们有了一切的知识 这个灾难能避免吗 他们就想 你知道最后卡贝伦本人才说 我有俩主意 为什么不让旅客上冰山上去 好 但是那个冰山离船最近 为什么除了是不开到冰川旁边 让乘客们上冰山 他这里说明一个 跟老顽同一样 就他琢磨了一辈子 他在解开这个谜 不过这个船上面 关于他的各种的神话 被固定之后 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比如说他讲到那种 好像一定先让女士先行 对不对 但其实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 做研究发现 其实从那个年代到现在 死于海难的永远是女人 妇如多于男人 最多 对 因为男人实际情况下 是绝不相让的 这就是因为船长下列 有人拿着枪 你们也就看看 对 所有的对世界美好的坏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